今天是大年初夕,也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春节。 每当这个时候,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既往开来的想法, 要互相之间拜拜年,也会想起过去的很多事情。 当然,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想法,憧憬,各种各样的愿望。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,人人都在讲美好祝愿。 我实际上自己也这样想,这样讲,讲了几十年。 但是今年我觉得实在有点讲不出来了。 因为面对现在的这个世界,我看到的世界,想到的世界,都太荒唐了,太荒诞了,太不正常了。 是我没有心情去像过去一样,面对过去和未来。 这个荒诞的世界,很难带给人们那种,展望未来的那种力量。 所以我想说一说的就是,荒诞的世界,现在的这个世界,有多么的荒诞。 最近我看到普京说,他说没有过去记忆的人民不会有未来。 有的时候我就感慨,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的文化艺术,造就的都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? 能够讲出这样的话,没有过去记忆的人民不会有未来。 多么的符合逻辑,振振有词。 可跟现实相比起来呢,这简直太荒诞了,对吧? 乌克兰战争是普京自己自作主张发动的战争。 他现在在自己的冒险失败之后,要求俄罗斯人民跟他捆绑在一起,为他做出牺牲。 他要求俄罗斯人民做出牺牲。 为了他,为了普京,这符合逻辑吗? 所以看着振振有词的背后,实际上有一种明显的荒诞的现实。 中国官员也是这样,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活着,你相信吗? 但是真的,我还记得一位负责执行新冠病毒政策的一个地方官员, 就振振有词的告诉当地的老百姓。 不应该购买非必要食品,为什么呢? 因为大家都去抢购,购买,造成了供应的紧张。 问题是,由官员政府决定哪种食品是必须的,标准是什么? 凭什么由你来界定,非必要呢? 这事儿就变得非常的扯了,非常的荒诞,对吧? 还有类似的事情,现在中国的老年人活得简直太不容易了。 但老年人就该死吗? 现在年轻人啃老是普遍现象,恐怕很少有年轻人可以理直气壮的,很坦然的站出来说,我从来没有花过老人的钱,从来没有花过父母的钱。 这种话讲不出来的,往往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了老年人的支持,简直就活不下去了,这是现实。 但是老年人怎么办呢?老年人失去了工作能力之后,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之后,又该如何呢?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认为,自己是没有希望了,你们老年人自己看着办吧。 于是一个荒诞的现实又来了,老年人应该怎么办?不知道,老年人就该死吗?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,根本就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 老年人只能自己看着办,或许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,就真的是该死。 除此之外,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的办法了。 这就是荒诞的现实。 都在说科技是为了人,但真的是科技是为了人吗? 还是现实是人为了科技呢? 人为了科技这听起来非常的荒诞,但这个也是现实。 理论上说是,科技服务于人类,但实际根本不是啊。 现在哪个手机,科技,新的发明,创造,很多的东西。 很多的东西。 那这些东西,有多少人考虑过,是人的需要呢? 都把电商一哄而起。 好像人人都需要在网上去买东西。 那些不会上网的老人,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人,没有钱买不起手机的人,怎么办呢? 没人管。 因为有人界定了,清楚的界定了,你就需要这种科技。 我们就要发展这种科技。 你会不会用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,你自己去解决。 号称是科技服务于人类,服务于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,没有想,无法想象的那种人类。 你是不是属于这种人类? 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。 这就是在科技为了人这个堂皇的理论概念之下的荒诞。 再说说中国的伟大文明吧。 中国的伟大文明究竟是一些什么内涵呢? 很多人都说中国有伟大的诗歌,有伟大的小说,伟大的作家,什么曹雪芹之类的。 还有洪雪和洪学家专门研究,认真地去读,反复地读这些小说。 这是中国的伟大文明。 我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。 但是仔细想一想,仔细看一看,这说的都是什么呀? 这无非就是风花雪月呀。 它不是那些沉重的,不是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,可以穿越文明壁垒的那种深厚的哲学。 文化思想,不是。 它说的无非就是儿女情长风花雪月。 说来说去就是那点事,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。 这就是中国的伟大文明。 看看现在和过去的诗歌,看看过去的被歌颂的这些伟大文明都是什么呀? 这些文人憧憬的,讨论的,所描述表述的这些内容,无论是诗歌,对联,还是小说,戏剧,都是这些东西。 都是这些东西。 伟大的背后,伟大在哪里呢? 很难看得到。 这荒诞嘛,一下子就荒诞了几个世纪。 很多这样的事情太多了,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世界。 如果能够让这个不正常,不健康的世界恢复正常,我愿意努力。 问题是,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能成功,至少现在来看,这完全是一个荒诞的世界。